我的那个味觉跟细节 就完全没有了 吃什么都没有味道 太想要看你的地方 想让我们吃坏了 觉得我们已经确诊了 还出去外面吃东西 为什么要赶快把一个责任 赶快去推卸给别人 这样小看的口 真的是蛮辛苦 哈喽 大家好 哈喽 大家好 耶 是不是 我先来 欢迎来我们的频道 好啦 今天是我们确诊的 第几天 看多少天 第六吗 第六 第七 哎呀 不中了 测试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 谈一下心事 对啦 so 你目前 OK吗 overall 嗯 越来越OK哦 只是还有点咳嗽 跟谈 有谈 哦 对 我根本不知道它有没有谈 因为你懂 整个确诊期间 我都没有看过它涂痰 很好笑 它 OK 坐到哪边 我讲 你有谈啊 这么不要去吐 我都喷了了 喷喷喷了 我不会吐谈 就只剩下这个 其他的都OK 没有什么问题了 你没有那个发冷的症状 没有任何东西 我也是 就是目前没有发冷的症状 可能是好了很多啊 可是两天前起 我就开始失去味觉 就是两天前的时候 我的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 就是我的喉咙越来越好的时候 就是它慢慢回復了 就是我的那个味觉跟睡觉 就慢慢没有了 我不懂我怎么鬼哦 我跟它的症状就差几个东西啊 就是它没有味觉 没有 有嗅觉 然后喉咙痛 我的话我就没有这些症状 可是我 变起来比较严重 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有点难呼吸啊 因为你两个鼻子塞着 然后我好像拿风油这样子 一直嗅那个风油比较痛 你鼻子塞可是有 有嗅觉没有 塞的时候嗅不到咯 就是那时候那个风油 我不是拿很靠近 因为我讲好像嗅不到味道这样 可是 严重的话只是一天罢了 然后过一天就好了 看啊 我现在味觉完全 严重到啊 我吃这种 喉咙消炎药 这个味道其实很重 我不知道 本没有味道 然后我说 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你吃之前还会 壁纸塞啊 跟我讲 忽不得到戏 我是没有壁纸塞的问题 可是两天前我开始 失去味觉的时候 吃什么都没有味道 我以为啊 我的喉咙好了 真的开始有胃口啊 你想要吃什么东西啊 可是吃什么都没有味道 这样OK啊 不用紧啊 为什么不用紧 最近的是生病 越来越多朋友 有开始确诊啊 开始说应该是 新年吧 因为有时候你见了那个亲戚 你不知道那个亲戚 见了谁 可能那个亲戚 见了他的朋友 然后他朋友 可能又见了他的亲戚 还有在他的 他还有朋友叻 他还有同事叻 然后可能他们一起 跟别人去聚餐 坐在隔壁 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情况的嘛 虽然是他们会讲 做好SOP 可是你是要吃饭 你吃饭你一定是脱口罩吃饭的 如果你待在同一个空间 同一个家 也是有机会可以确诊 啊讲到这个叻 很多你们都知道我们确诊吧 你们都知道我们确诊吧 然后就 讲到这样子啊 然后我们就确诊 有几个人每次会来信息我 跟我讲他们的故事 然后讲了 他们会给人家骂 他给人家骂 就是有一些啦 就是跟我讲 他们就是 人家歧视啊 第二个意思就是 他确诊了 然后被人家讲了 讲到这个叻 就是讲回去之前 我们确诊的第一天 我们就 我不是在我的IG有post 我确诊了 然后不到半个小时叻 就很多人来信息我 一个文章 在某书上面 就有写关于我们两个确诊的东西 然后讲我们两个很不负责任 因为 我们前一天还出去外面跟朋友谈死 然后今天我们就post讲确诊了 然后就怪讲 我们明知道 哦有症状了 怎么我们不要隔离 还不要隔离 他讲今天 一定是有症状了 才去确诊PCR 都明知道有症状了 还不要再加 Dino Sorry啊 其实就是咯 What the fuck 没有 就为什么要下定论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你们又知道我们是 知道确诊了 才跟朋友出发 还是你们又知道 哦 我们一定是不舒服了 才去验PCR 为什么要下定论 为什么要讲不好 然后他讲他会发那个文章的原因 是因为 他看到我们确诊了 他很生气 他生气什么 哦 他就讲他很生气 一开始看到这个文章 他很生气 所以他才post 然后讲我们很不负责任 可是我很想讲的就是 他也是出门吃饭 虽然 也是有很多人跟我讲 他已经删掉这篇文章了啦 然后也是有讲 也是很多评论典型他了 这样子 可是他一开始是生气我们 所以他才post那个文章 可是他是生气我们出去堂吃 OK 所以他是跟我们在同一间店堂吃 所以他是怕 穿得到他 哦 OK 我完全明白 可是 第一点呢 我不明白 就是为什么 他们连整个情况来龙去卖 都还没有清楚 为什么他们就要下定论 去讲我们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为什么 他要 写一个post 讲他很生气 他整个 公司 他都不懂 头不懂 他突然间来 讲我们 这个是我觉得 没有 我就讲 可能他 那时候他一看到我们确诊 他就觉得 我们是很不负责的 觉得我们已经确诊了 他要出去外面吃东西 这样 他也想到看你 可以啊 想到我们太快了 就是按我的故意的样子 我觉得我们的形象就是这样子 就是 确诊了 还吃虧外面 跟人家吃饭 这样 可是 我们这个事情就算了啦 因为我那时候 也在我的story那边 澄清了 然后 虽然那个人也没有来跟我讲 sorry啊 还是什么 可是我是算原谅他啦 也没有讲去计较还是什么的 因为没有人想要确诊 除非你是明知故犯的咯 就是明知道你确诊了 你还出去惹给那些人的话 那你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打谁给人家骂啦 这样这样也不好啊 就是很不负责任 可是 有这个事情嘛 就是 然后也是确诊了这几天 越来越多人确诊啦 连 以前不是很透色的小学朋友 我就看到很多人确诊 我是吓到 可是 除了这些 就是 看到我们确诊第一时间骂我们的 当然是有很多很多的你们关心 就是收到了很多 Message啊 都教我 要怎样做比较好 吃什么啊 很多很多很多 给我们鼓励给我们支持 给你们 谢谢 其实 知道也是很暖啊 然后也是有很多 朋友啊 家人啊 有送给我们一些东西啊 所以我要在那边 分享一下 我那时候我在story 有人跟我讲的一些东西啊 一些他们的故事这样子 应该是很伤心的吧 很多人就是想 被朋友怪哦 诶 这个 才是那句啊 确诊 没有人想要 就是他发现 他讲他发现到 他的group chat那边 全部都是在怪他 这样 都是他害的 很好笑 你要 如果 ok啦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故意的 但啊 可是我相信有良知的 有良心的 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这样子的 我也是看到很多案子就是 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人就是很想 赶快找 哦 是他咯 啊 是他 啊 是他 是他 为什么要赶快把一个责任 赶快去推卸给别人 然后 不搞我事的 不搞我事的 这个是他 是他 一定是他 为什么呢 其实我想讲 如果你真的是 不想要 被close contact的话 你就躺在家好不好 就你躺在家 你自己一个人的话 你就不会中了咯 是不是 没有必要讲去聚会啊 然后发现到那个人中 然后去怪那个人 因为他 所以你中早这样子 他也不懂的嘛 因为他自己也是 不想要被确诊了 所以是有很多你们的大家 康复出来后 有些人还是会避开远离里 感觉身上好像有毒这样 内心蛮伤心的 哦 这个好像 这个 这个有点啊 就是可能很多 不知道的人就觉得 哦 你身上还带着病毒 这样子 哇 这个有一点伤心 无知是没有得救的 这个 这个真的 会不会也是有人这样 对我们 如果我们出去的时候 有人会说 哎 你们 哎呦 不要 不要靠近我 不要靠近我 如果那种开玩笑 一定会这样子啦 就是 开玩笑 那纯粹开玩笑 都可以啦 可是如果是 刻意去做 那我觉得 就刻意还有是 真的是秘密的话 那我觉得 太合理了 不要讲的 然后有人讲的话 就 呃 我也确诊 因为close contact的关系 OK 当下觉得和生病症状一样 可是 大家都会责怪我 没有怪怪呆在家里 就是你一确诊了啦 人家的第一句就是 怎么你不要在家 怎么你不要在家 怎么你要出去 你会被确诊 可是我想讲的话 这个疫情 这个病毒已经 跟了我们 两年多了 我们不可能 一直一直都在家 多多少少 也是会 接触到 也是有朋友 一整天 不是在家 没有出过去 他也确诊 然后他被人家讲 什么呢 他没有出去 你知道 他一直在家 OK 可能 呃 吃外卖啊 还是什么 拿一点那个 那个包裹 花了很多钱 一直做test 隔离完之后 只可以做RTK 做了RTK 回家又要做self test 现在的test kit 又起高价了 其实讲真的 这个也是蛮心酸的 因为这个COVID 我们花了很多很多钱在PCR RTK 还是有self test kit 很贵耶 不是开玩笑 还有之前一开始出的时候 他们的价钱是乱 乱飙了 你知道 那个self test kit 我们也是花了很多钱在这边 所以我们讲这些东西的目的叻 就是可能要提倡大家一下 如果你身边有人确诊 我们第一个就举动做的是 多关心人家啦 不要小看个COVID 好像觉得我们现在两个没有事情了 就没有事 真的是蛮辛苦的 我们是很辛苦 就是前两天的时候 当我们辛苦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拍片给你们看 我们也多辛苦了啦 所以我只能跟你们讲 多去关爱少一点谩骂咯 你想想中了那个人 已经是很辛苦 很可怜了 然后他还要突然间被人家 觉得是他害群之马 他弄到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然后我来给大家一些 首先我们两个呢 是做PCR test 当我们一做好PCR test 我们会给我们的IC 如果我们 positive的话 他会报上去给政府那边啦 所以另外一天呢 基本上我们的MICS 就会变成红色了 然后我们就呆在家隔离咯 因为你确诊了 你一定要呆在家 所以呆在家 我们就有显示的 你要呆到几号 所以我们这边呢 会显示讲我们呆到15号这样子 因为我们没有打booster 然后我们是没有送去隔离中心隔离 也没有KKM 就是没有 任何都没有 在MICS这边的时候 因为我们确诊过嘛 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很多东西的话 它会有一个链在这边 我们可以去读的 然后它这边也是有specific 如果你还需要更多的帮忙 的话可以直接call an ambulance 然后就是那边的医护人员 会赶快来帮助你 然后要啊 那些至于怎样买勒 也是托我们的家人 对 家人送过来给我们 那个刚才会拿上来放在我们 Dancy我们的管理 已经消毒了的那个小桌子 我会放在我们的家外面 OK 各位看一下吧 因为呆 我有通知到我们这边的管理 就是讲我们有 就是positiv嘛 他就叫我们放一个小小的桌子在外面 然后如果有人送东西过来啊 或者是包裹 他们就会放在这个小桌子上 也是这个这两个东西 我不论是谁送过来 应该是一个是 Vis的妈妈 因为昨天我的妈妈 也是有送东西过来 然后我的朋友 也是非常谢谢大家的关心啊 真的是很感动 对 然后 呃 有些人会问狗狗能不能跟我们一起 我们狗狗是 全程都在跟我们一起的 只是我们开始病发的那几天呢 我们就没有去动他们 没有抱他们 就是要准备食物给他们的时候 就消毒 戴口罩 然后弄食物给他们吃 就是这样子而已 有些人问 哦 我们隔离了 怎样子到自己好了 这点我也是想要问大家 就是有些人 现在叫我们去做多一次PCR诊 就像我们的CT value 可是 有些人又讲不要去做PCR诊 因为 我们做了PCR诊 我们还是会positif 因为那个病毒会在我们的 体内 体内三个月 我们就算做了PCR诊 它还是会positif 然后它又会跟政府讲过你positif 你要再隔离而已 所以有些人就讲去做RTK就好了 这个我就突然想讲 所以每次我们有一个问题的时候是会很懊恼 为什么 就比如说 本来我们就是应该是下 quarantine到15号嘛 那15号过后 我们怎样知道我们还有没有那个病毒呢 或者是我们能不能出去 因为有一般人讲 你应该这样子做 有一般人讲不要这样子做 所以有时候很头痛 就好像吃药这样子 有些人讲 不要吃那个药不好的 有些人就一定要吃这个药 这个太好了 所以有很多脏嘴巴啦 对 真的 你看就是一人一句话 你你晕咯 我跟你是就是讲 可能15号过后 我们也是应该 要确保我们的情况是完全安全的 就是再也没有那种 side effect啊 那种副作用 那种嗑嗽啊 我们再去做多一次RTK 可以看看成绩 所以这个就是我平时都会收到的一些问题啦 嗯 基本上就是跟你们update一下咯 也谢谢大家的关心 对 不用担心我们两个基本上已经是 七七八八康复了 可惜 没有味觉 可惜 现在发现到他们讲的是对的 就是现在我们康复这个桌子 刚刚我尝试去唱歌 哇 喘不过气 真的是不够气咯 不是开玩笑 真的是不够气 不够气 不要唱歌咯 所以谢谢大家所有的留言 所有的关心 我们全部都有在看 虽然不能一回复啦 可是你们的心意我们都收到了 所以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 Thank you very much